好了,我們找人聶Sir出來談談外圍的情況 看到了,俄羅的戰事也是繼續 那次還沒有停火跡象 美國官員就說俄軍已經近乎投入所有最初部署的兵力進入烏克蘭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其實也是持續升級的 我們看到的就是商品價格很大波動 昨晚紐約又一度升穿了130美元 雖然之後也是大波回吐的 但是還是一個高位 歐洲天然氣曾經暴升了8成 糧食、金屬、大宗商品也是大升 現在大家是否擔心全球的經濟會因為這樣而受到衝擊 同時面臨高的通脹 是否帶來所謂的滯漲風險 現在這樣的情況,你覺得機會多大? 以及美股是否繼續大跌,風險仍然很高呢? 昨晚環球股市在國際震盪的時候 最主要的考慮就是西方國家在考慮對俄羅斯的石油出口 實施一個制裁的行動 其實俄羅斯已經警告了 如果你真的落實這個制裁的話 油價是有機會升到300美元日銅 昨天來講,消息一出的時候 也就像Irene這樣說 油價也馬上有反應 國際油價高位的時候 都曾經去到超過130美元日銅 如果你看回整個俄羅斯的衝突或者戰士來考慮 大概是2月中左右開始發酵 當時來說,大概是90美元左右 去到高位就是超過130美元 短短的兩三個星期內已經升了 有四成有多 所以你看到市場的憂慮 仍然是持續在 現階段好看的時候 如果純粹看俄羅斯的戰士消息 應該市場都已經對這些消息消化了 就算你說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 也未必是對股市構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反而現在的焦點是落在西方國家的制裁的行動 所以就算俄羅斯和烏克蘭可能在第四次談判 達成一個共識 會不會是西方國家有意去停止制裁的行動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所以後市利淡的風險仍然是高 所以就不論是美股或者港股 暫時來說,我想投資者都適宜是太過心急去撈底住